人氣話題來看到 大小有如粉圓般的冰雹 從天而降 受到午後熱對流旺盛的影響 南投昨天下午 幸一香下起20分鐘的冰雹 在中寮仁愛地區也出現了冰雹景象 而台東同樣受到了 熱對流旺盛的影響 晚間出現了一道道閃電 劃破天際 照亮夜空相當壯觀 一顆顆大小有如粉圓般的冰雹 不斷從天而降 砸在地面上還發出陣陣撞擊聲 受到午後熱對流旺盛影響 南投盤雲山莊 22號下午下了20分鐘的冰雹 另外中寮仁愛地區同樣有冰雹 民眾拿起手機拍下難得一見的景象 汽車站表示 未來幾天很有可能還會再發生 未來幾天仍然是類似的大氣環境 因此午後仍然會有 比較劇烈旺盛的對流發生 在台東同樣受到對流旺盛影響 這裡沒有下起冰雹 但晚間天空中一道道閃電 透過雲層空隙現身不斷照亮夜空 還以為是颱風要來了 昨天有嚇到嗎 有 台灣進入夏季 天氣形態變得相對悶熱 午後容易出現雷震雨 氣象局也提醒民眾外出要特別注意 記者鄭文辰 榮祥 當中團同報導